大家好,我是小枫,今天做的是猪肉丸汤粉 以上是所需要的食材啦 先起锅烧油,炸大蒜油 油热了就下入大蒜末 慢慢煎至金黄啦 这样子捞出备用 把水煮至沸腾 水滚了就接着下入 香菜根,大蒜,猪精,白胡椒粒,生姜片 两个洋葱 最后再放入两个机架 不要搅拌,盖上盖子煮上15分钟 15分钟后 哇,好香呐 接着调味,日本酱油 普通酱油 半勺白砂糖 半小碗大蒜水 接着再搅拌搅拌一下 再放点盐 最后倒入猪肉丸进去煮上10分钟 煮上水 水沸了下细粉 捉熟 再下入豆芽 捉熟捞出备用 撒点大蒜油 再来点香菜小葱末 还有一点冬来碎 最后再打点猪肉丸和汤头 这样香喷喷的猪肉丸汤粉就好了 真的超级好吃 汤头很鲜很甜 有兴趣可以尝试做一下哦 拜拜